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卡,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那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新消息 神魔之塔已經在18.3版本開始實行了 測試伺服器 好,那他們就一共邀請了十多名的玩家進行初步了測試 並且他們上一次的測試結果是 他們遊戲的戰鬥調整的內容 以及就有的怪物技能顯示功能 那也發現了16個問題,並且有回復了 好,所以這一次官方也開始擴大招募了這群 這個測試伺服器的測試人員 所以如果說各位有興趣的話都可以 我在這部影片底下會留下相關的連結 大家都可以去參加有機會填這個表單 這邊有一個表單,填了之後 就他們會選其中的幾位 然後去測試他們的伺服器 然後並且這一次的測試伺服器 是會需要簽什麼保密協議的 然後測試資格的話 如果你沒有獲選的話也不用灰心 他們會將陸續的增加這個測試的人員 所以請留意他們這個頁面 好,這就是他們之前一直承諾說要做的事情嗎 在...呃...我記得上次有說 對,所以他們這次是更是推出了伺服器測試的 所以你們如果說想要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可以關注一下這個以下的網站 好,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以及放進小鈴鐺 下次也有新的繼續努力 提前通知你到時候按讚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